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ATCHAN談賽馬的時間 很快回顧一下 昨晚賽事提供我心水 兩隻NATCHAN馬膽 第三場點胡章姐5.4倍 表現比較差一點 衝下去不太多 其中兩隻配腳 那隻叫做玩刀財星 和紅方進區 還有二、三隻 每隻膽得上 第九場表現好一點 超脆5.6倍 WIN了 接著拖三隻配腳 兩隻都排隊 猶粉賽英 好計 3場賽 Q 好分的 170多元 50多元PQ 所以表現都算不錯 兩隻高出賽馬 四場陽明滿滿 五場神聚馬車 表現差一點 兩隻都第五 這次賽事有四隻高出賽馬 第九場高明進將 佳應精彩 第十場競進天嬌 風雨區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昨天賽事有什麼備忘馬 其實選了一隻聖賢 我想每次賽事都有很多這類型的馬 但這隻馬我比較留意到 因為其實我媽寶叫了一隻聖賢 它跑不出了 7.3倍 我未播段影片之前 先講幾件事 第一件事 我不覺得這場不是造馬 7.3倍 因為造馬就是2、3倍 拉下去 即是不盡力刷檯 他做馬 我覺得不是戰頭 不是依仗 所以刷檯的時候 積極性 差一點點 就是蔡明紹 那 說真的 如果這些情況 如果他 說真的是毛顯東競技勇士 我覺得這場 其實跟毛顯東競技勇士的分別 都未必太大 說真的 只不過 馬會是沒有搞你何田和蔡明紹 搞了葉楚學 和毛顯東 那為什麼我這麼說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再說一句 甚至毛顯東競技勇士 那場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跑法 蔡明紹的衣場 甚至有問題給毛顯東那場 但是馬會就是不抽成衣場 大家看看怎麼跑 進到直路之前 都沒有問題 進到直路 這就是聖賢 現在跟著在活力著士之後 大家看看他怎麼跑 我瞄出一下 現在在活力著士外面 打左手邊 活力著士 撐出 再拉出馬頭 出去衝 這兩下 大家的感覺到 力度都差一點 這兩下 大力一點 最後 差不多到中間 追不到 再大力一點 看一次 進到直路 抽到活力著士外面 其實 嚴謹上來說 裡面有很多位置 為什麼要抽到活力著士外面 不過 安全一點 抽出去也沒問題 抽出去 好 打左手邊 左手邊 他自己都算是直線 來活力著士 挨出 活力著士挨出 不打 撐住 先決定拉回馬頭 再打 這兩下 就很輕力 好 接著 差不多到終點 給點力 下去 看看巡邏影片 進去 轉 直路 當我弧度大 撕跑度 有一點點西出來 不拿這個位置 不拿這個位置 好 拿外面 抽抽 活力著士 接著 hold 先抽出來 分薑打 這兩下 就勢力一點 接著先用力 這些不是全心做馬 只不過我覺得 箭頭不是這場 如果你用 無險東競技勇士 跟這個比較 我覺得無險東那場 沒有 這場 有東西程度大 過無險東那場 很多 無險東那場 都是薄的 我覺得沒有問題 這場 我是覺得有問題 兩隻我都是有買 我以我記得兩隻 我都是馬尾寶叫下去 經濟勇士 叫下聖言 所以我是特別看得清楚 這兩隻 但是 無關同樣 這些已經過去的事情 主要來說 就是看看聖言 來接著怎麼部署 這隻馬尾寶 我覺得是 隨時準備好 跑得好 看看他下次跑什麼 現在來這個 優季還有兩個 應該不會等下季 我想應該會 會 部署出擊 看看情況吧 然後 講一下馬圈新聞 第一件事 講一下周俊樂 對馬潭的衝擊 第一星期日 其實有一個 私分場表就像 周俊樂 和潘頓同樣 都是九場 明白的 剛剛初出那天 兩邊 一個第二 兩邊 一個第三 一個第四 表現非常出色 再看深入一點 陳家希實在是影響最大 只剩下兩隻 陳家希的表現 不算太差 這幾次 剛剛紅粉彩影都拍得OK 之前 周俊樂勝那天 他也有馬 那隻是煙塵飛 所以表現不是太差 只不過是 你有一個比較 10磅又比你 當然是10磅 黃俊也有一點衝擊 但黃俊我覺得 真的復出之後 他要不猜 但他休息了那麼久 出回來 說真的我覺得他 真的站得好黃俊 很多時候都站得好 剛剛那天 儀昌復星 太陽芝麻 塞進去裡面 內閃 他立刻抽出來 那一刻反應很快 不是哪有得贏 你說 告他就可以了 告他都不行 因為他抽出來 衝慢一點 超瀟灑過去 就算他告一隻太陽芝麻 也是第二 這就是那個情況 因為他是刑警瀟灑 極少 如果他抽出來 輸了就移昌復星 告他太陽芝麻有什麼用 勁消瀟灑過去 所以黃俊其實 騎得很好 但是 他四隻都合理 周俊樂 九隻 上次有條片都說過 他五磅之前都應該不會有阻力 看看黃好男的正常 剛剛相出 剛剛復出 剛剛復出 相遇復出 那就只有一隻 明白的 熱一下新鮮 最有趣的是 薛恩只有一隻馬 嘩 現在其實是競爭激烈 薛恩最重要的衝擊是什麼 賀冥年 賀冥年現在就威了 薛恩一隻 周俊樂和賀冥年的衝擊 的確很大 第二宗新聞就是講一下 黃金亞事骨 蔡奇 英國那方面宣佈了 黃金亞事骨 蔡奇繼續舉行 6月16至6月20日 本身一直 馬會 上一年也是 他回合採辭 很成功 上年今季都想繼續 6月16至6月20日 五日他都破了 大家還記得 其實今季賽事有兩次取消了 第一次就是 上年9月18日天錄出賽那天 本陰出賽那天 本陰出賽那天 但是馬會取消了 這個取消那天 已經安排出7月15日補賽 第二件事就是 今季11月13日 也是取消了賽事 這個一樓都未安排到日子補賽的 馬會就這樣說 如果黃金亞事骨 真的在6月初 都是堅持 說會跑 那他就不會補賽 如果黃金亞事骨 6月初 經過方平搞不定 他就會在6月18日 17日 舉行谷草野賽 補回去年 11月13日 那個取消的賽事 所以再看看 因為他不會同時間 黃金亞事骨 5日賽旗再補回 6月17日 因為系統管理 做不到 因為黃金亞事骨 不止黃金亞事骨 還有他會合採持 所以投注口會太分散了 如果過日6月17日 晚上八場 你當是黃金亞事骨 黃金亞事骨有很多場次 但事實上是很難做的 其實做不到的 看黃金亞事骨是否舉行 舉行不到 6月17日 拍馬利利亞賽 舉行到 那天 11月13日 那天 就不會有補賽 這是 determination 以上就是長所得的 大家知道 今次月18日 我這次上賊 決定喜歡的 分享ori 文章 新鎮 如果你水軍 或是傳送信息 或是來自訂Post或留言 會盡快呼籲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給你看 最後希望大家來到Youtube頻道 按按訂閱或訂閱 還有按一按鬧鐘 第一新片就有一個 notification 或通知第一時間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Bye Bye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